而且杰敏同时在美国的媒体还上演中国女间谍的设计版本的故事 没错 这是在美国一个新闻网站 他专门谈政治叫做Axios这个网站 他就揭露这样的一个讯息 当事人叫方方 叫克里斯汀丹 那因为这个新闻呢 基本上经过世界日报在放送之后呢 已经成为美国政界所注意到的事情 那么这个新闻网站它不是随便披露 它事实上是经过了一个月密集的调查 在加州湾区办访了数以好几个人的 数以十几个所谓当地的政要人物 证实有方方这个人 而且所牵扯到的这些议员呢 至少有两位 一位叫做罗坎娜 一个叫斯威威 那他们他现在都是现任的国会议员 而且据了解他们都是从基础的市议员往上升的时候呢 方方帮忙去筹资 那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谜题的人嘛 事实上我们再仔细看 在他脸书的脸书 我去掉他脸书 他真的跟这个加州湾区的政治人物 都有密切的关系 甚至他自称 他跟中西部一个州里面的男性市长呢 是一个恋人关系 但是同时间呢 FBI呢在二亥欧州的一个市长的车子里面 装了监控器啊 就拍到方方跟这个市长呢 在车上发生车震的事件 从全城都排出来了 那得也好奇啊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来谈谈这个方方啊 方方呢他在2011年到2015年呢 到了加州 那么到加州呢 说他去了加州这个湾 就是我们说加州州立大学 东湾分校来念书 那么同时间呢 这有趣的是 中国旧金山的这个领事馆呢 曾经送给他一个所谓的荣誉证书啊 他就在这样子呢在当地去活药 那很好奇那方方怎么被发现到呢 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美国反间谍啊 这个组织呢早就关心到说 这个中国的旧金山的领事馆里面有间谍 他们就锁定一个人啊 这个人呢后来发现到 应该是具有中国安全部的身份 那么在旧金山里面呢 是以所谓的外交官的这个特工方式进行的 他们觉得这个人是有在守级这个美国的情资啊 就在很多的社交场合里面发现到 他常常跟一个女子有对谈聊天的一个讯息 那再仔细看 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当事人叫做方方 好那这个事情就越滚越大 就是了解方方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现在美国FBI也确认了 方方跟这个旧金山的这个中国大使馆具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 叫做这个格雷尔姆 他跟麦肯锡呢就质疑了裴洛西 裴洛西不是反共吗 原来啊裴洛西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院里面呢 他有一个名字 众议院里面有一个名字 他叫做八人小组 何为八人小组再讲白点叫做情报八人小组 那情报八人小组干嘛 他就在情报委员会 而且呢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位 他非常年轻 基本上以他们这个八人帮里面呢 不可能有这个年纪 当时还未满四十岁的 就可以加入这八人帮 所以这个这个少数党的领袖 就是麦肯锡呢 就直接问这个裴洛西 你是什么原因 把他送到这个情报组织 那所有其实如果再仔细看 为什么他们这些共和党的人会对他很生气 因为呢他从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 就开始攻击川普 那么攻击川普呢就是罢免川普 他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推手 而且那时候罢免川普呢 他大量散布 所谓川普通俄门 但是据了解后面很多是假新闻 大家就那个这个就 执意培洛西啊 像这样的事情 你们当时没有怀疑 他的讯息来自哪里呢 好这事情呢 这个越爆越厉害 因为各个媒体都把它披露 原来这个社界竟然在美国 是真实上演的故事 好我们稍后回来